同学看见女孩裙子太长不够时尚 就帮她网上提了一下 从此嘉嘉心中就种下了爱美的种子 就这样她们浓妆艳莫 昏天黑地地玩耍 最终成为了不学无数的小太妹 高中的她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全校最差的班级 如此下去 她的人生一片昏暗 此外嘉嘉还有个重男轻女的爸爸 和一个开明儿尊重孩子天性的妈妈 这使得嘉嘉浑浑噩噩地度过了高一 高二的一天 老师在嘉嘉的书包里搜查出一包香烟 校长威胁她 只有供出同伙才能免遭开除 可嘉嘉重情重义始终不说出同伙 嘉嘉的妈妈赶到学校后 仅仅指责了嘉嘉抽烟 丝毫没有教育她出卖同伴 让孩子为了自己出卖朋友这种作法 就是这所学校的教导方针吗 你们真的觉得这种教育很好的话 那让我女儿退学我觉得也挺好 最终学校只能给予嘉嘉停学处分 回家后妈妈只能再找个补习班 让嘉嘉继续学习 这也是个将改变她一生的补习班 第一天上课 嘉嘉的浓妆艳抹 奇妆艺服 就惊呆了平田老师 但老师随即反应过来 立刻夸赞她的造型有个性 师生各自爽朗的性格 使着他们很快打成一篇 接着她测试了嘉嘉的基础考试 真的是发展很全面零分 虽然成绩不忍直视 但嘉嘉写满试卷的做法 老师还是给予了肯定 并给嘉嘉定了个目标 建议她考入有很多帅哥的青鹰大学 这不扯吗 让一个找不到北的学生在一年之内 考入日本重点大学 简直是痴人说梦 但平田老师告诉她不要怕梦想 这东西说着说着可能就成了 在老师的鼓励下 嘉嘉写下了青鹰大学 尽管她的爸爸瞧不上她 对她说 那是诈骗骗人的 我是一个大字都不会出的 还好妈妈为了维护嘉嘉决定出钱 爸爸却说出了更刺耳的话 嘉嘉非常生气决定用行动反击 她拼了命的学习 比别人都早到不习班 趁与朋友玩的空隙学习 在骑车时背单词 成绩很快就有所提升 就这样暑假转眼过去了 终于学完了初中英语 但上课时的班主任却依然 觉得她无要可就继续称她为垃圾 回家后 嘉嘉并没有因为班主任的看不起而退缩 继续拼了命的努力 到了高三 为了写好作文 还坚持去看新闻了解时事 这天嘉嘉看到了理想学校的真体 她沉思了一回 站起身来走了出去 默默地来到天台 这是她第一次想要放弃自己的梦想 因为真体实在太难了 不过还好在老师的鼓励下 她决定继续前进 可嘉嘉的挫败感并没有结束 一次次的摸底考试 让她越来越没有自信 直到有一天 嘉嘉向老师爆发了 她说自己就是垃圾 垃圾没有必要证明自己 老师也生气了 对嘉嘉说 那你干脆别考了 这样你哪里都考不上的 听到这样的话 嘉嘉放弃了 夜里还在工作的妈妈在工厂外面 看到了女儿站在大雨中哭泣 妈妈赶紧跑过去 一把抱住嘉嘉安慰她 与此同时 弟弟说她再也不想打棒球了 她瞒着爸爸退出了棒球队 她说她的压力很大 不想再为父亲的梦想买单 父亲暴怒 对着弟弟拳脚相向 妈妈赶紧劝阻 可父亲心里的怒火 怎么会轻易熄灭 事后嘉嘉在街头找到弟弟 劝她不要自甘堕落 经历过堕落的她 最清楚弟弟此事有多难过 可弟弟却告诉她 你没有资格管我 说什么大道理啊 少来吧你 大姐你不也是逃避考大学吗 古西班也不去 糊里糊涂混日子 弟弟的话激起了嘉嘉的好生心 她要向弟弟证明 自己不会认输 回家后 嘉嘉求妈妈带自己去一次清英大学 在这个自由的地方 人人都很幸福 看着每个人散发出来的自信乐观 嘉嘉相信自己能够在这里获得新生 于是她振奋精神 再次起航 这天补习班来了的黄毛 一进门就大吵大闹 因为父亲对她太严格 整天望子成龙 让她必须做个律师 自此黄毛产生了逆反心理 她不学无数整天沉迷游戏 她告诉老师 她玩游戏就是要弃父亲 她不想让我做什么我就偏做什么 平田老师听后立刻想到了办法 她告诉男孩 你可以先努力学习 等你考上律师后再放弃当律师 不是更能气死你爸吗 真是杀人诛心啊 男孩立刻来了兴趣努力学习 这天嘉嘉的班主任约到平田老师 进行了一个简短的交流 班主任说嘉嘉本来就是学渣 你非要让一个学渣变成一个学霸 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请不要给一个垃圾定那么高的目标 但平田老师指回了一句 我认为 世上并没有不行的学生 要说要也只有不行的老师 嘉嘉在附近听到他们所有的对话 非常感动 平田老师告诉班主任 嘉嘉充满着可能 但班主任并不想继续聊下去 两人不欢而散 后来一次的聚会中 嘉嘉的闺女们突然对嘉嘉说 我们三个以后不带你玩了 嘉嘉以为他们讨厌自己 但立刻遭到否认 原来他们是不想影响嘉嘉学习 更不想毁掉这份超帅气的坚持 有个女孩说他们也要像嘉嘉一样 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努力 朋友的支持和赞同让嘉嘉流下了眼泪 嘉嘉的爸爸也在悄悄发生变化 傍晚爸爸下班回到家中 看到满墙的笔记 地上还掉落一张知识点摘抄 他叹了口气 默默地捡起来沾了回去 看到女儿的努力 他对女儿的信心也在提升 这天嘉嘉回家后看到 全家在为弟弟举行棒球告别一事 欢送过去的同时 弟弟又对未来感到迷茫 他觉得现在自己什么都不会 于是嘉嘉掏出自己的成绩单给他看 他的分数大幅提高 而且考进轻盈大学的几率 从0%提升到了50% 弟弟惊呆了 妈妈和妹妹惊呆了 爸爸惊呆了 全家人都惊呆了 嘉嘉将自身经历作为最好的例子 勉励弟弟丛林开始勇敢追梦 第一次比试那天 屋外白茫茫的一片 交通工具基本瘫痪 嘉嘉打算走着去考场 可这时父亲赶了回来 我来送你去 轮胎刚撞了访花链 在去学校的路上 爸爸忽然停下车 拿起铲子去帮助陌生人铲血 此时嘉嘉看着爸爸回想起妈妈曾经说 别看你爸那德行 骑士人挺温柔的 下车时 嘉嘉认可了爸爸的优点 在嘉嘉走进考场时 爸爸突然跳下车对他大喊 考试开始 嘉嘉认真的写下每道题的答案 等到所有的考试都结束了 嘉嘉打开了查询成绩的网站 输入学号后 他深呼一口气 才敢按下确认键 再次睁眼 满屏樱花招视着他通过了第一关考课 接着还有最后一次比试 这次考试前 嘉嘉特意找到平田老师送上感谢信 而老师也把自己从庙里求的咖啡给了他 嘉嘉笑着答应会在考前喝 让老师的祝福保佑他考完全程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老师的祝福竟然成了灾火 嘉嘉在考试时忽然复通不止 原来那罐咖啡竟然已经过期一个月 不得已 嘉嘉只能申请去厕所 一场考试结束 嘉嘉擅长的科目反而没有发挥好 不过还好他不愿意放弃 在第二天的考试中 嘉嘉不断回忆老师的教诲 拿出毕生所学区答题 到了考试最终成绩公布的那天 老师在培训班焦急地等着嘉嘉的电话 但嘉嘉直接跑到了辅导班 老师 杀一家同学 快考上 杀一家考上了 老师激动到哭泣 母亲哭着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 这个整天黑脸的男人也流下了眼泪 此时所有人都为嘉嘉由衷地感到高兴 相信每一个曾经奋斗过的人 每一个曾经为目标拼尽全力的人 在看到这部电影时 都能对嘉嘉在奋斗过程中 产生的迷茫和绝望感同身受 也一定有过和他一样 因为身心疲惫前途未卜 而在深夜里哭泣的经历 不管是偷偷掉眼泪 还是嚎啕大哭 在看到嘉嘉考上理想大学的那一刻 你一定也会为他感到开心 当然电影的结局是美好的 现实却不总是顺人心意 或许现实中的你我也曾努力过 但并没有获得想要的结果 不过 只要奋斗过就不能算是一无所获 所有的磨难都能让我们在未来 面对同样的压力时更加从容 更何况 人生慢慢输赢不在一时之间 最后如果你身边也有人正在经历 人生中重要的时刻 比如正在为高考考研考工 或者别的什么考试奋斗 不妨点个分享 给拼搏中的他们一点力量